接下来我要教你把这张图修改 因为我要去看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看其实不好看 所以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 请问一下 现在销售是不是这个值是很高的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改成千分位符号 这是非常容易辨识的 因为两个一个的话就是千 然后两个千分位符号就是百万 可以吗 它只有千跟百万 好了 那我现在我要请你们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这个红色 就是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红色 对不对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点资料数列格式 资料数列格式 然后请把它勾复作标轴 请把它勾复作标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希望说 例如说刚刚那样子不具比较性 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我把它都改成 就是一个看左边 销售额看左边 利润看右边 然后把它改成折线图的方式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了 来 所以请把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的类型 这个图表的类型 换一下 这边改成副作标轴 然后接下来变更 把这个 把这个改成副作标轴 然后请把它改成折线 确定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边是不是比刚刚更有资料 视觉化的一个可读性 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去看 我现在只能拿到四年的资料 然后这各年的销售有逐渐上升 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 利润呢 它也是有上升 但是上升的情形 有没有发现 它是在这个量的下面 这个值呢 是在这个销售量的上面 这个点也是在上面 这个点是在这个值的下面 请问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性 其实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导出来 我们要去做 例如说 那个销售扣去成本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出毛利率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算 那个出毛利率了 这一时间就走 那个销售到